朋友们大家好,今天给你们讲一下小兔的黄尿病 小兔子的黄尿病不是说顾名思义,它是尿黄色的液体 小兔子的黄尿病的话,它是指像这种在吃着母乳的小兔 它拉黄色的粪便导致腹泻 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像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母兔子的乳房炎 像咱们产完的母兔可以选择给它打一针产后康 或者是消炎,消炎的像青梅树,炼梅树这些都是可以的 知道了吧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一下这种的话是对小兔危害最大的 一直到这个年龄段,看到了吗 小养兔子的多多关注我们啊 每天的话给你们更新养殖技术的视频啊 像得了黄尿病的小兔的话呢 可以选择口服青大梅树 这种消炎药去给它口服就可以 非常有好的疗效去给它治疗 咱们这里是专门培育种兔的 像兔子的多多关注我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